两码难乘巧乘 两财难令巧令 两宫不容易张开 但可以设得高 眉得深 两码不容易乘坐 但可以载众心得远 好的人才不容易驾驭 但可以使国君受人尊重 好的东西或是好的人 开始会比较不好用 就像公来讲 他不容易展开 但是代表他够坚固 然后就是能把建设的愿 然后好的把它不好做 但是他也够 就是能够走的远 占的重 然后好的人 他一开始不容易去驾驭他 是因为他自己有他的想法 但同时他应该也具有一些很好的东西 嗯 那郭台铭喔 郭台铭 他说 我们要有一流的客户 二流的设备 二流的人才 三流的设备 他可能有能力 他懂得判断 品质 他喜欢用好 又能力 对不对 二流的人才就是说 有的人他傲 譬如说他是什么台大 北大 哈佛毕业 他就很觉得自己就是说 永远凌驾于别人 譬如说他一进来的心态就认为说 你们公司 我来给你们应征 你们透效吧 也许就这样 就不好融入公司的文化 三流的设备就是能省则省啊 像我们这个不是都自己定定定 这个买起来都要几万块 有看不过吗 像我们经济的我们在定这个是火荡的 一个桌子干嘛那么贵 我就觉得三流的设备啊 我们也是过得很开心 还蛮大张的 有的人他可能花一万多块买小小张 我们这不到三千块 自己做了大家又逗了 又有乐趣 那你刚刚讲到的那一部分 我是觉得很能感同身受的是说 他有自己的想法的一定会比较难沟通 但是如果你们能够找到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会非常 因为他有自己的想法 所以他主动的可能性就比较大 对吗 好 下面一位呢 我觉得就是很好的人才 如果他很有才华 那他可能不太容易驾驭 那就是要就是 就需要时间去观察 然后能够用它 那这样子对公司其实是非常有用的 那他这边有说 呃 要用自己能力 比自己能力强 然后要有海纳百川的佛文大 喧怀 这很重要啊 海纳百川是这个刘邦最强 其实刘邦他自己也就是说 甚至有人怀疑就是说 他根本就是一个大骗子 对啊 就是说自己 自己脚有什么七颗心 然后说什么 他妈妈生他的时候 梦见一个什么 白龙海红龙嘛 这有可能是后面像张良嘛 这些很多帮他们去想出来的 为了造神嘛 啊 这是真天子这样 但是就是说 呃 但他最厉害的是海纳百川 他什么样的人都能用 而且他听得去别人的意见 包括他老婆 女后 这个很重要 结果说在管理上面 你不能说 因为个人喜悟 而就是 哦 我不喜欢他 所以我不用他 因为他拿了点 这就靠在他 而且是这样 越好的人才 越难用 对不对 你一个好的功 你要有一个神射的时候 你才使得起来嘛 你一般乱射 拉又拉不起来 自己的劲不够大也不行 所以你们自己就是随时要充施自己 你才有办法去驾驭别人嘛 就是自己的肌肉啊 然后设能不能准啊 这等等 好 下面一位 是没有人 六 比较有才能的人 就是相对的他 就是 可以驾驭他的人 相对的也有限 然后可能我们就要去 去找其他可以 可以发挥的空间 嗯 对 可能要去发现 嗯 这样 可以用的人就难用 你刚刚是这个意思 就是有才能的人 然后能用的人也不要 就是可以驾驭他的人 相对也会比较有限 哦 那是假 但是就是我们 你们干到主管的时候 你们就是要不断的重拾自己 才能 不然的话 好的人 好的人来了你 你可能都不知道要怎么去驾驭 是有猫在那边扣的 哦 那是 那个风吹太大了 那 这个后面哦 这个倒数第三行这边 你们有没有看到 世人知人用能管 世人就是要先了解他嘛 那知人就是要知道 就是要认识他嘛 世人就是 就是要看他 这个世人是懂得选择人 是不是啊 世人是先选的 我们常常在应征的时候 其实我们大部分是在看人格特质 然后沟通表现 然后我们通常两三观 其实我们是在看他的潜力 不见得是在看他的学历 跟他表现出来的东西 我们是透过对话以及问卷等等 来去了解他的潜力跟人格特质 所以这是世人 挑选人 再来是知人 知人就是你慢慢认识他 然后 那我问你们用人跟管人 为什么是用人先和管人后 这个讲到重点 就是说经验值 因为就是说你已经选了 然后你认识他 并不懂 不代表你能用他 那你用了以后 有经验值了以后 你才能管他 明白吗 好 是这样 好 好 下面我们区域色 好 那区域色我们 OK 再尝试响 商量